5 5 5 UBL大專棒球聯賽 男子一班組12號來到冠軍站 由上屆冠軍台北海洋科大對上台灣體大 比賽前半段 台北海大響以長達取勝 不料都被台灣體大防守住 反而在二局上台灣體大轟出安打 分下一分 之後他們的氣勢逐漸高漲 加油 三局上半 台灣體大又藉著一顆高飛新生打 送隊友回本壘拿下第二分 之後台北海大穩住腳步 在四局下跟六局下 分別用一支安打及其身打 將比分追平 關鍵延長賽 台北海大又轟出一支安打得分 最終以3比2取得男子一班組冠軍 也達成308目標 一定要撐得住氣 撐得住氣 然後能盡量調適自己就調適自己 因為畢竟球是遠的 我們練得比人家多 寒暑假幾乎沒有休息 從上午的8點半訓練到下午3點多 風雨無足 UBL男子一班組排名出爐 而這周末 將迎來男子公開一級的四強對戰 到時球場上又將掀起一股熱血氛圍 有些新聞 新北三重採訪報導